那么好 那么我们继续讲 这是大家更加关心的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华为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题 因为其实现在更多人关心 包括刚刚刘律师本身也一直说 为什么在那个中美大变论的访谈里面 刘欣不去问Trish 关于华为的问题 那可能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反正那个What's done is done So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继续讲华为 华为呢 最近又有大动作了 什么大动作呢 就是他呀 跑到美国来 要把白宫给告了 怎么说呢 他在美国告白宫 就有点以名告官的意思 那么一涉及到告 一涉及到官司 一涉及到litigation 那么我们就要请刘律师 来给我们分析分析 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讲一讲 各位对华为的那个关心呢 那么就是说 根据最新的消息啊 华为在本周二 提出了判决动议啊 就是说 说怎么说 一句话 就是反对川普签署 行政命令限制华为 反对川普签署 行政命令授权商务部 限制美国的科技企业 卖零部件给华为 他认为啊 他认为 这里面我要请了 刘律师分析 他说用立法代替审判 是暴政 用了一个很重的词 暴政 OK 那么这里面这个term 叫做用立法代替审判 在美国宪法里面 是明确禁止的 所以我这里面想问一下 刘律师 给我扫扫忙 立法代替审判 这是什么意思 OK 这个问题的归根到底 还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 美国呢 三个权力机构 立法 行政司法 那立法的最高机构 是参众两院 行政的最高长官 是川普总统 对 然后呢 司法 他的最高 行政机构 他的最高裁决机构 Supreme Court 对 是美国最高法院 是这样 在这里面呢 这三个权力之间呢 互相制约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也互相扶持 对 因为为什么 他权力机构之间呢 他要制约 但是不能打架 因为整个打架 整个系统就运转不起来 那么 他提到的 华为提到说 那么现在川普 用他的这个立法 来代替司法 他用行政 来代替 司法 对吧 那么川普严格来说呢 严格来说 川普签行政命令 他属于行政机关的一个动作 并不属于立法机关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 以中国人呢 这个翻译来说 他会看成说是立法 其实呢 根据美国法院 他其实属于行政 这么一 这一块的 而不属于立法这一块 立法这一块 应该是参院或者众院 好 我们这里呢 先澄清一下这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那么 这三个权力 权力机构之间呢 没有一个权力机关 是 比如说 我是老大 然后你们两个要听我的 就比如说 最高法院 我是老大 总统要听我的 对 然后呢 参中原老院要听我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 一个老大 对 两个牢啊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不可能达到制衡的目击 因为老大永远都是赢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呢 就变成 在某些 区域 或者是某些事情方面 那么呢 双方 彼此加一个默契 就说 这块归你管 我不动 因为为什么 你要管我也管 两个一打起来 对 对不对 那么现在华为呢 做了这么一个动议 那据我了解 他们做了一个叫做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对吧 什么叫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呢 这个 在重大事实方面 这个 双方 原告和被告双方 那原告是华为 被告是美国政府 对 他呢 之间没有起义 希望法官呢 就能够 就现在 在这个官司 还没有向前推进 在很多证据 没有出来的情况下 就做这么一个裁决 因为为什么 他说重大事实方面 没有起义 对吧 根据法律 那么法律 应该怎么来宣判 法律怎么来解读 就希望法国做一个判断 是这样的 这样来说好了 华为会不会赢 这是第一 第二 华为如果能赢 赢的可能性是多少 对 对不对 这样来说好了 我们就回答第一个问题 大概率 华为会不会赢 华为不会 不会 然后第二 那么华为大概率 不会赢 华为是不是一定会输 也不一定 那他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 这个模型 这个动议 以大概率来说 会被打 会被打掉 换句话说 这个动议不会成功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家说 刘律师 华为不是说了吗 川普用立法来代替司法 对吧 他实际上是一个耍流氓 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对不对 那么宪法里面是这么说的 宪法是这样 就是说一般来说 在司法这个层面 就是说从各地的法院 到联邦大法院 到最高法院 就联邦层面的最高法院 那么这一块来说 联邦法院在绝大多数的事情 绝大部分的领域里面 他都有一个最终的裁决权 但是这里面有个巨大的例外 巨大的例外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 那么这个最高法院 他做的裁决 有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的一个外交关系 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 那么最高法院 是没有权利 做这样一个裁定 对 所以他的原话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他这个US Supreme Court cannot make any decisions that would impact US foreign policy 就是说 最高法院 他不能做这么一个 影响美国外交 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决定 就换句话说 最高法院 他没有占那个司法管辖权 我举一个最最近的 大家可能熟悉的例子 那么前阵子呢 其实这一二十年来 就一直呢 就是说在美国 有这个未安妇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日本呢 这个在亚洲各地 中国大陆 台湾 韩国 然后呢 又抓捕很多年轻女子 作为随军未安妇 那么这个当然呢 这个非常恶心 非常可耻 非常的不要脸 对不对 然后呢 薛琳琳在欺压 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那么呢 当时呢 就是这些未安妇呢 就团结起来 就希望呢 在美国 来告日本政府 当年呢 侵略 在阿战期间呢 侵略亚洲 这些国家的时候 抓捕这些未安妇 然后呢 各种奴役 各种呢 打压 各种对他们的 对他们的人生 对他们的心理生理 造成非常巨大的伤害 对吧 那么 从道理上来讲 这个未安妇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申诉的基础 当然有 对不对 因为第一 这个他们的确受到 很多非人的待遇 那么 比如说被绑架了 然后被 领弱啊 被殴打了 被强奸了 这个是当然是有的 因为他们本来的 抓捕的目的 就希望他们呢 满足那些日本士兵的受力 对吧 所以呢 但是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 最后呢 把这样一个诉讼 打回来 他打回来说 并不是说 那个呢 你现在我怕你输掉 他说呢 因为 我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 会影响到 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会影响到美国的关系 因为日本 是美国在远东 最大的盟友 所以美国的联邦法院 美国的司法 这一块 从地方法院 到最高法院 他不会 介入 不会插手 就这块 不归我管 就换句话说 我没有司法管辖权 我没有说 你现在慰安妇 告诉日本政府 是输还是赢 我只是告诉你 这块我管不到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事情 当时的代表律师 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所以这个事情 就很多内幕 内幕 我是非常了解 是这样的 所以 那么华为这件事情 给我感觉 最后的结果 也很有可能 像这些慰安妇 在美国联邦法院 状告日本政府 可能是一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刘律师 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 对不对 就是说华为的下场 可能就会像这个case一样 那么我们就非常感谢 刘律师的专业分析 那么各位网友 我刚刚看到了这里面 有很多人 对华为都非常的热衷 于讨论 这么我想给大家 报一下华为 在国际上的最新情况 那么各位观众 我相信你们之前 已经听说了 就是说华为 遭到了多个协会的禁令 第一SD的那个存储卡 第二是WiFi协会 第二是蓝牙协会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5月29日 那个WiFi联盟的官网显示 我们可以把那个图片 调出来 那个WiFi联盟的那个图片 华为公司 它解禁了 又回到了 WiFi联盟的名单里面 那么同日 从蓝牙技术联盟上面看到 蓝牙技术联盟的 那个图片可以调出来 蓝牙的那个榜单 也看到了华为的影子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协会 叫固态技术协会 JEDEC 那么它呢 也再一次的 把华为放进了成员名单里 那么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对华为解禁的 一个协会是什么呢 就是IEEE 就是那个电子与电器技术工程协会 当然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但是现在它仍然 还是不愿意把华为解禁 那么这个就是在那个各大联盟上的 华为的这些情况 那第二点来说 既然华为 它这个官司迎面不当 为什么还要做 我觉得它这么做 还是有它的意义 对 因为第一点 用这个北京流行的句话 叫说我打不过你 我至少可以恶心一下你 对吧 是 是这样的 至少骚扰你一下 让你觉得我不是那么好欺负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以仪制宜 对 对吧 因为美国是什么 美国的国情 美国的制度 是打官司 对吧 那么既然美国打官司 我们跟你打呗 对吧 打不过 那没什么了不起 至少呢 可以呢 骚扰你一下 让你以后不要这么嚣张 嗯 没错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官司呢 这个 从这两点来说 它呢 打还是有它的意义 对 最最重大的一点是什么 嗯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 就是说我输人不输政 对 我打不过你 你打我两个耳光 至少呢 我要挣扎着 想要踢你一脚 对 踢得到踢不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不然的话 我不踢你 然后被你打第三个耳光 就这么一个事情 这就是博弈嘛 对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华为这个做这个动作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 非常有意义的 嗯 因为它除了打官司 输赢是一个方面 那除了输赢之外 它也有其他 更大的意义在后面 嗯 美国打压华为 说到底就一句话 接着美国的霸权主义 对 对吧 我现在是老大 我如果不能让你 华为这技术都给你了 然后你强大了 然后又做不了老大了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卧榻之旁 其中他人酣睡 你的那 一山南龙二虎 对 你的国力都已经 除非一公合一谋 对 就是不得了 对不对 就要我们东哥事件 对不对 如果没有逃备胎 我们东哥说不定该小刘 对啊 对不对 产生了神圣的 纯洁的爱情 这是很有可能的 就你农我农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小刘说不定 现在已经不是广培生 已经成了广培生里面的主任 对 对吧 那么这里面我来看到了 已经有一个 Helen Lee OK 非常感谢你关注我们channel 但是我很多频道 我都看到你了 Nice to meet you 一个叫建一中村的 一个粉丝 你又来了 Nice to meet you 你上一次的表现 令我印象深刻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继续再提到华为的最新情况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在那个国际上到处的围剿华为 那么围剿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根据最新的消息 昨天早上的BBC早间新闻是用华为的5G技术全程直播的 但是在6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前往英国伦敦就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然后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在去之前已经放话了 说你们英国人要再敢用华为的设备 我就不让你跟美方军队情报资源共享 所有以后美国军队的英特尔你都看不到 那您觉得 看不到没关系 那为什么 007 James Bond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 对吧 对 所以英国才会出超级间谍 美国不会 对 英国都是军情六处 对吧 够了 所以有一个007就够了 我不需要跟你分享什么机密情报 对 是的 这样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我们都是很关心华为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 回到这个围绕 包括我们第一个话题跟第二个话题围绕的一个 一个东西就叫做知识产权的窃取 和那个强制技术转让 我们很多网友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你问华为到底有没有实施产权窃取 很多人都说那肯定是多少会有一点 否则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弯到超车 换个方式来说 对 大实话 每个都有 对 对吧 因为呢 很多人不了解 这个美国司法制度另外一个层面 他看到觉得美国人都很客气 很nice 对吧 他是看到美国呢 表面非常美好的一面 他看不到背后非常腐朽非常黑暗的一面 嗯 这里面的几大块 第一版权 对 然后第二专利 对 然后呢 第三 Trainmark 第三商标权 没错 在这里面呢 实际上美国的大公司 嗯 然后呢 实际上全是耍流氓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大的公司 比如说Chanel 嗯 对吧 Chanel 他呢 他会 找这种流氓历史 送棍 然后呢 给这些中小企业 做眼镜的 做皮包的 嗯 狂发历史性 我觉得你这个包清全 我觉得你这个眼镜清全 如果 如果你现在不赔我五万块 不赔我十万块 我一定告诉你 那小公司一看 吓得瑟瑟发抖 讹人呢 对吧 觉得说 诶 我真的没清全 为什么 这个小公司觉得说 诶 你这个 你说我这个design 你说的这个设计 我清全 这个我在你之前 我就开始卖了 对 我当年在台湾 我当年在广东 早就开始卖了 如果清全 应该是你清我的全 对 对吧 但问题 其实没关系 对吧 这个 如果你不服 嗯 不服你打官司 我花一百万 搞死你 小公司 你把公司卖掉 你把他 这个老板的底库卖掉 也没有一百万 嗯 怎么样 只好装孙子 只好认手 嗯 对不对 没办法 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中小企业 都被显了 被欧克林 被他们赶尽杀绝 对 现在赶尽杀绝之后 显了这个眼镜 成本五块 本来卖一百 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后 立刻卖四百 你 你 只要想戴着感尽 只有我来办 别人没有 对吧 我觉得刘律师 这个就大实话 而且跟Helen Lee 也说大实话 因为为什么 对 我跟显尼尔打过官司 哎 对吧 有历史 对 是的 对吧 对不对 嗯 其实真的是这样 跟这帮孙子看到底 大于是小于 我当时要做显尼尔 显尼尔的大老板 CEO 嗯 他的VP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还有一个Chief Designer 他的设计师 要做他们的口供 对 叫他们从纽约来洛杉矶做口供 嗯 他们说 哎 刘律师 你可以到纽约来做我们的口供 嗯 我可以提供这个飞机时数 对 全是一流的待遇 我说我不去 嗯 老子很忙 对 对吧 他 他说可以 他们三个人过来 但他们有四人飞机 要到洛杉矶来 对 他说这样 可不可以我们三个一起过来 你一次把我们都做完就好了 我说我太忙 我不是说过了吗 老子很忙 我一次只能做一个 嗯 我让你要飞三次 对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帮 这帮大家认为的什么大老啦 什么这个 这个 商界 商界奇才 巨二 其实 他背后 都跌着 血和肮脏的东西 嗯 对吧 对于他们 都是grandson 对 所以他们的背后 其实都是四个字 累累百股 都是背后 你看到无数的中小企业 中小厂家 对他们逼得家破龙王 流离失所 对 对吧 没错 跟这帮孙子就一定要干到底 对 资本的 资本的竞争是很残酷的 嗯 这一点 那么这边有一个叫做建一中村 他说日本不是偷窃 是学习 不知道的朋友 可以看看日本现代科技发展史 我觉得中国也是在学习啊 只是无缘无故就被人偷窃了呢 包括我现在 我在美国留学 我每一个学期交的学费 比当地的学生要贵上好几倍 我的知识是付了学费学来的 怎么现在我成了间谍了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 从这个大家觉得说 哎 美国三权分立 美国很民主 美国很自由 美国很透明 嗯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层面 大的利益集团 打资本家 对吧 对吧 实际上都非常贪婪 非常自私 非常流氓不要脸 嗯 什么人做皇帝 对 最不要脸的最厚颜无耻的做了皇帝 对 哈哈哈哈 幸好现在这些年代没有皇帝的东西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继续回来讲 呃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 各位观众可能会有兴趣知道 就是说 现在那个中国的商务部呢 已经试图建立一个不可靠清单啊 要学美国 时宜长期以至宜嘛 就像刘律师说的 所以现在这是在5月15号 川普下了行政命令 让美国商务部建了一个entity list 一个实体清单之后呢 今天啊 那个中国的商务部就说 我要建立一个不可靠清单 那么他有可能会把什么公司 列入第一批清单里面呢 我看了看 第一是FedEx 为什么 因为FedEx误送了华为的文件到美国 各位可能已经知道了 第二 高通 英特尔 Google 那么涉及影响到的产品有什么 有Chrome 有YouTube 有Android 所以这个清单 它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大影响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最具体的那个清单的那个详细的情况 在近期就会列出来 那么我一定会为大家更新报道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有人在问我说 James现在还在读大学吗 No 我已经毕业多年 OK 没有很多年 一年多吧 好不好 跟刘律师搭台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谈到华为的问题 哎呀 很气愤呢 但是呢 有什么办法呢 那个川普真的是杀人一千次损八百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好了 高通公司 美国的高通公司 各位对科技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都应该知道你知道高通公司将近百分 将近三分之二的营收 是在中国 那么那个呃 现在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给了一个实体清单之后 高通不能卖零件给中国了 它至少要损失 我看了看这个数据 大概要一百六十多亿美金 所以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处 川普的这个举动 所以我 川普的做法呢 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商人的做法 对吧 我现在跟你斗 对吧 我杀敌一千 我自准八百 我觉得你耗不过 耗到最后你被我干掉了 我价钱立刻加一倍 对吧 这个商业竞争是一样的 所以川普他完全是个商人的思维 对 但是商人思维不是应该要想办法挣钱吗 怎么老是让自己人亏钱呢 不是 他觉得从长远来说应该是挣钱 他觉得现在亏一点 将来都会挣回 实际上就是像闲料一样的 闲料这种大公司 大厂家 耍流氓 欺负小公司 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实在就是 我以前的老师跟我说 说这个地球上最高的意识形态 就还是国家 没有比国家更高的了 所以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那个竞争 某种程度上 那个方式跟手段 还是很原始的 就孟晚舟这个事情最典型的事例 就是这样 因为加拿大根本就没有 伊朗武器经营这个法力 如果加拿大没有这个法力 那么加拿大完全就没有权力抓捕孟晚舟 也没有任何的法力依据 要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来 为什么还这么做了呢 对吧 所以在这个批着三权分立 然后批着这个透明公正的外表下面 其实都是血河肮脏的东西 就是刘律师打的官司多了 对不对 可能刘强东案跟着这个案子比 可能还没那么肮脏 对对对 毕竟毕竟他的本家嘛 那个 毕竟人家还是很本性 本色出演 对不对 所以呢 还是回到我一直说一句话 能说到底 就是猴子 撕开所有的标签 诶 James 西装 怎么样 这个领带 UCLA毕业 所有这些标签 冷 全部都是一样的 对吧 皮囊而已 都是皮囊 都是猴子 对吧 我们这帮猴子 怎么样把你们那帮干掉 可以把你们的水抢过来 把你们的香蕉抢过来 我就多指 两个香蕉 你就饿死 就这么个事情 对吧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人问我 King Young OK 他问我 他说 你是工作签证 美国拿工作绿卡吗 我说我是工作签证 我没有绿卡 我拿中国护照 好吧 这个年代不强调一下 国籍就很容易被上纲上线 好吧 我明白的 好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Hitzenberg Law Nice to meet you 他说 孟晚舟这一出 真的是太没下线了 Yeah 对吧 川普自己都承认 川普说 如果贸易战 如果你向我低头 那么孟晚舟 我可以帮你个忙 对吧 就这个意思 他这个话 其实已经非常赤裸裸 非常血淋淋 告诉你 那孟晚舟 就是我先把他给 抓起来 然后贸易战 然后给你压力 就是这个事情 对 这个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在刑法上叫做kinnapping 绑架 Exactly 然后呢 绑架之后要什么 要赎金 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手法呢 更高妙 人更多 只不过呢 绑架 绑架的这个犯罪集团 他不是个人 他不是小李和小王 他只是 是个国家 利益在后面 对 那么正面那个建议中村呢 说 刘一中村说了 所有人都是猴子 James也是猴子 of course 我很乐意 做一只猴子 不要忘了 日本现在漫画里面 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他也是一只猴子 OK 还有青蛙 没错 Yeah Exactly 而且那个青蛙 会带个面罩 会去偷东西 对 然后回来 特别爱学习 回来 然后看书写作业 对了 有个叫Disney Fan 说James 为什么的英文 没啥口音 可能跟我念的专业有关系 我是语言学毕业的 OK 我的学习期间 我要模仿各国的口音 包括London OK 但是我不会随便显露 好吧 那么 这里面我们 我们继续要请留 另外呢James呢 也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呢 在月光下 在沙滩上面散步 大家有同样兴趣的 对吧 可以联络James 找不到我 对不对 OK 那么 这里面有个说 学挖掘机哪家墙 龙珠迷 我是热血漫画迷 OK 我喜欢海贼玩 我也喜欢看龙珠 谢谢你的提问 那么这里面我就想 那这里面我再看一下 好 那么各位 我们都对华为啊 这个特别的关心 因为华为我们都知道 据我所知 华为都还没有上市 好吧 一个还没有上市的公司 能够做成这个样子 是very impressive 但是呢 我们也跟刘律师说了 就是说 现在美国通用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打压华为 但其实并没有 特别的奏效 在国际上 那么 但是我们还是要 以实事求是 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华为在国际上的 一个比较 就是损失吧 我们都知道 华为以前是日本的 那个移动通讯供应商 但是现在呢 根据最新的那个消息 日本的移动公司 软银 softbank 已经确定 不会用华为的技术 去支持 日本未来的5G建设 软银选了 哪两家公司呢 一个是爱立信 一个是诺基亚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但是为什么会选爱立信跟诺基亚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 就是说 因为现在软银买了Spring 美国的Spring 然后现在呢 软银希望把Spring跟T-Mobile合并 再谈合并 所以呢 不太敢 在这个时候去 用华为 说白了 背后就还是利益 对 虽然就是一个钱 因为商人只谈生意 不谈主意 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来 对没错 所以呢 孙正义还是一个孙子 嗯 这是 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参与 那么我们今天呢 关于华为的讨论呢 就到这里 就先暂时告一段落 等到下周 中国的商务部把最新的 那个外企不靠谱 所以啊 我还是觉得 是 刘兴为什么不问Tressy 说你这个 为什么你们美国政府 要抓捕孟晚舟 对 对吧 为什么不这么说 为什么川普说 如果贸易战 我们谈得顺利 对 那么这个小孟方面 我可以帮你说两句好话 嗯 对吧 为什么不问他这个问题呢 对 这个问题其实一问啊 就等于是帮全全中国十几亿人给问了 对啊 为什么不问呢 这一定是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嗯 那么这里面有叫Alex Alex他说问一个问题 你说假设中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会不会不会对我们问号问号问号 我要这是一个非常political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不要如果了 OK 中国这次流行已经说过了 在中国80%是民企 好吧 对 中国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没错 假设不成立 OK 如果不同意见 请再看一遍流行的发言 耶 好 我们再转下一个话题好了 对 我们进去讲下一个话题